好了 同学们 经过了紧张刺激的我们第九章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十章采购与负款循环的审计 其实你要学明白了第九章 其实第十章就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是什么 对应的一个关系 咱说了 一般生产制造业是什么 是共产销 对不对 共产销 咱们讲了销售与收款循环 那是上一个章节 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风险评估怎么做 风险应对怎么做 那接下来该讲哪个字了 接下来该讲共字了 这不是采购与负款循环吗 那我们采购的内容有什么 比如说一些原材料 一些能源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涉及到供应端的一些内容 你看 这些分布又是一到两分 但实际上在实物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很重要 而且未来考试可能会有变化和倾向 针对这个实物章节可能会越来越侧重 还是这个章节跟前面的章节其实是一样的 第一章 第一节我们的采购与负款循环的一个特点 核心还是给大家铺一铺知识面 二三讲的是什么 风险评估吗 然后呢 四五呢 讲的就是风险应对了 是不是这道理啊 第一节先铺知识面啊 这章节我发 我告诉大家 特别简单 这章节几页PPT啊 就一页PPT 是不是 了解了解就行了 说不同的企业性质决定了企业除了一些共性的采购 还有费用之外 还会发生一些不同类型的支出 那你举个例子吧 有哪些属于共性的这个采购和费用支出啊 你比如说你得买水吧 你得买电吧 这不都共性的吗 那其他的有些个性呢 你比如针对于贸易业 我说了 贸易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的销售渠道 对吧 它也是一个重资产行业 你不要觉得房地产行业才是重资产行业 针对于贸易业 它压占你的资金 那不也是重资产吗 第二个 针对于一般制造业 你就记住 咱们讲的都是一般制造业 它核心的模型就是共产销 专业服务业呢 像律师啊 快议师啊 他可能涉及到印刷费 通信费 拆旅费 还有书籍资料 这些费用有可能是一些特殊的采购 建筑行业呢 比如材料的一些支出啊 设备的一些租金啊 等等等等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就即可 那无论是第九章我们的销售与收款循环 还是咱们接下来介绍的第十章 采购与付款循环 它最核心的一个模型是哪个行业 是一般制造业 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也会以一般制造业为基础来考大家 那接下来就第二节呗 那大家知道第二节咱们在干什么了吗 叫采购与付款循环 它的业务活动和相关的内部控制 那如果从理论上讲 它叫了解被审议单位及其环境 那大家知道在这个章节 我会跟着大家一起做穿行测试 梳理我们采购与付款循环的一个流程 是不是 来吧 这张图 先抄基本架构 还是那个有情提示 对吧 这个地方空给我留的多一些 底下这个地方空也多给我留一些 因为咱们要写字 准备好了不 刚才有同学提到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是2022年那本教材上面 后面有一个冲冠地图 那个地方我会给大家把这个思维导图做好 不要着急 先学班干什么呀 先学班就理理逻辑 长长见识 对吧 其中一些书上看不懂的内容 给你翻译翻译 做好准备了没 首先咱们的这个采购与付款循环 它起始的部门是什么部门 是生产部门 生产部门第一个先干一件事 你要制定一下生产的计划 你有了生产计划 你才知道全年我需要采购哪些原材料 对不对 那它最核心的单据是什么呀 那就是生产计划呗 那这个生产计划里面写什么呀 比如说针对于某项原材料 全年度的整个本年的一个需求 对吧 采购这叫什么需求 这叫总需求 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计划 流转到哪个部门 流转到我们的采购部门 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根据你的这个采购的总需求 我要在市场上去找合格的一些供应商 比如说有一些供应商 它虽然能够提供给你相关的一个原材料 但是它量不够 对吧 我说一年我要1000吨的相关的原材料 它只能给你提供500吨 这叫量不够 还有种情况 质量不符合要求 我是1000吨的能提供 但是根据你的生产工艺 要求的这个质量 我达不到 所以针对这些条件 我可能有采购部门去筛选一些供应商 那这叫供应商的一个认证 这是第一个工作 同时它还有另外一项工作 它得向供应商怎么样 去寻寻大概的价格 这地方为什么要画个杠啊 你先把这个杠画上 后面我给你讲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职责分离的问题 你看它虽然不是相邻部门 它是同一个部门 它都是采购部门 但是供应商 它的认证 以及涉及到询价 其实这两者之间 虽然都是采购部门干的事 但这个之间也要什么 也要职责分离 那生成一个最重要的清单 叫什么清单 叫我们的供应商清单 那供应商清单里面是什么内容呢 是所有符合要求的我们的供应商 记住是所有 这个词很重要 叫所有符合要求的供应商 OK吗 那单距之间的流转 也涉及到用虚线 上面的那个实线是部门之间的流转 我生产部门做了相关的生产计划 然后给到我们的采购部门 采购部门根据整体的 你的一个采购需求 你要求的数量 你要求的质量 去临选这些合格的供应商 然后把这些供应商 放到我们的供应商清单里面 这是我们的供应商认证 但是同时呢 它也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 涉及到询价的一些工作 这个总体工作其实就完成了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采购的时候 大家从逻辑上想一想 你采购的时候 是一次性把这一年的 所有的货都采过来 还是说根据需求 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采啊 嗯 告诉我 你是一年把所有的 这个货都采过来 还是随时要随时采 是不是根据需求啊 随时要随时采 对吧 那又到我们的生产部门了 它是什么 叫请购商品和劳务 你有需求了 对吧 你就要生产部门 你再去提 这个跟当年那个 制定生产计划就不一样了 那是把全年的计划 先弄出来 然后先去市场上 临选这些合格的供应商 签好了 比如说一些框架性的协议啊 或者是一些意向性的协议 那真正在做交易的时候 还是由生产部门来发出需求 这个会形成一个相应的订单 这叫什么单 这叫请购单 这个就不是采购的总需求了 这是什么 这采购的单次需求 那请购单 下一个就流转到哪 谁去采购呗 那肯定是我们的采购部门来采购 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该编制我们的订购单了 对不对 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门提供的请购单 去编制订购单 那这里面的核心单据是什么呀 是订购单呗 通过第九章咱们学习的知识知道 这时候请购单和订购单 是不是发生了单据的一个转化呀 那它是不是得相对应啊 你就顺查逆查 有没有支撑呗 你要说采购部门 它要采购一个东西 那你要看内部有没有需求 那需求怎么体现 就是这个请购单 如果说你编制的订购单 没有请购单做支撑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一项内部控制缺险 是不是这道理 那我们编制完了订购单 然后人家给咱发货了 就到了咱们什么 造了咱们的一个验收部门了 那验收部门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要验收相关的商品了 那涉及到一个关键单据是什么 验收单 来吧 把订购单这 转过来 那我再考考大家以前学习的知识 这是不是又是单据的转化呀 那你在做验收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货物到了你的验收部门 你都要验收呢 不是吧 你是不是得看看相关的货物有没有订购单 是不是我们买的 对不对 还要看看有没有请购单 是不是有部门提出这个需求 你采购部门采买的 那针对于有请购单的 有订购单的 我们验收部门才能进行什么 验收 这跟你这个去餐厅吃饭是一个道理 人家给你上错菜了 根本就不是你想点的 你吃还是不吃 你应该不吃 你别吃 你吃了是要付钱的 好吧 这是一个道理 你验收的时候 如果这些相关的货品 没有相关的请购单 没有需求 没有相关的订购单 不是我叫的这个菜 那你就别验收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针对于验收部门 如果验收完成之后 那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问问大家 这个验收完之后的商品 一定会进到仓库吗 问问大家 你看我验收部门 这个货发过来了 对不对 我有这个订购单 发到那个 我们的供应商那去了 供应商夸给我发货了 我验收完成之后 是不是一定要入库 不一定 那除了入库之外 还有没有第二条路 除了进仓库之外 有没有可能有第二条路 退回 不是退回 就我们自己消化了 是不是有可能 比如有几个 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 如果是一些 正常的一些 采购的这种 平时办公用品 那是不是就到各个部门了 你还放仓库吗 可能就不放了 也有可能什么 到生产线 也有可能到仓库 是不是有很多条路 但这个我们说主流的 比如采购一些原材料 你买完之后放到仓库里面 那到我们的仓库 我们有一个熟悉的人 这个人是谁啊 是不是刘大爷啊 刘大爷干一个什么事 叫入库并储存我们的商品 那入库的时候 会有一个什么单 会有一个入库单 对不对 控制线已经转移了 咱们已经验收了 其实在这个环节 就已经完成验收了 那针对于我们已经采购 完成的产品 我们财务部门要做什么 要做入账及付款吧 你得给人钱 对不对 你要不给人钱 你也得入账 那针对于这个环节 可能会生成一些会计的记录 是不是 比如应付账款的明细账 那这个地方就是应付账款 它就不是应收了 对吧 我要给人钱了 比如说我们涉及到的这个现金支付的一个凭据 或者是这个银行存款转账的一个凭证 对吧 支付的命令 对不对 你也可能在这个财务部门来生成 那你就现付 对吧 我收到了货 我马上就付给你 我可能向初纳发出一个支付现金 或者支付银行存款的相关的命令 这个是由财务部门的会计来发出的 如果要是不是现成现付呢 我不给你钱 那怎么办 你在你的应付上 这个钱你要给人家 在你的记录评证上记什么 记相关的应付 然后如果说到了月底还没给钱 那怎么办 那你就定期的去对账呗 那核心单据是什么呀 核心单据不就对账单吗 所以上面是部门之间的流转 下面的内行字是 各个环节应当干的事 虚线这个是单据之间的流转 单据之间流转对应的是什么呀 对应的是内部控制 这地方简单不 是不是你学完了第九章 销售与收款循环之后 你再学采购与付款循环 那相关的这个流程啊 单据啊 就很简单 很好理解了 那接下来我又该讲几个重要的事了 那大家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事吗 首先第一个 针对于 职责分离的问题 哪些需要做职责分离呢 给我一个大原则 好不好 来你们学过的 你们教教我 针对于职责分离的事情 哪些可能涉及到职责分离啊 有一个大的原则 就是我通过这个原则 可以把大部分的职责分离都记下来 是不是相邻部门啊 对吧 相邻部门一起记啊 涉及到不相融植物相分离的问题 这个融字啊 我特别查了一下 我上次课的时候应该写错了 应该是容易的融是吧 不是那个融会贯通的融 不相融植物 要相互的分离 来吧 跟我说说哪些相邻的部门 他们应该职责分离啊 咱们从最前的旅啊 从我们的生产部门开始 到我们的采购部门 这个地方涉不涉及到 职责分离的问题涉及到 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生产部门 它在编制生产计划的时候 和我们的采购部门 供商认证的时候会混同 那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 大家知道不 首先咱说啊 第一个就是生产部门 和我们的采购部门 你们俩别混在一起 如果是混在一起了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是不是不合格供应商寻租的 一个问题啊 解散吧 什么叫不合格供应商寻租呢 这是啥意思 就是本身啊 我生产部门不是提出了 采购总需求吗 然后它对这个具体的 这个全店的这个数量 还有相关的质量 是有一定标准的 我们的采购部门 根据生产部门 确定的这些标准 在市场上去临选什么 符合条件的供应商 并且呢 经过一些资质的审查 把它记录到 我们的供应商清单里面 这不是供应商清单吗 去临选所有符合要求的一些供应商 那如果本身这两者是混同的 就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有一个供应商 它不合格 那你在寻租的过程当中 如果这俩部门是一起的 它是不是可以要求生产部门 相关人员调整它的需求啊 本身我对于这个 比如说钢 针对于钢铁 我们强度的有一个要求 比如说咱随便举个金额 咱比如说100 咱这个具体单位不说了 强度是100 但是我的这个钢呢 我达不到100 我达到80行不行 如果这俩部门不混同 还好 对吧 人家提出来生产部门就是100 那我采购部门就按照100的这个强度 去市场上找 但本身如果他俩是一个部门的 生产部门的负责人 又去搞采购的相关的事情 那我可以把什么生产指标 来我调调吧 我把我那个生产计划改一改 我有80就可以了 然后呢 拿一些回扣 是不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叫不合格供应商寻租的一个问题 能听明白不 狼狈为奸 对吧 这是第一个职责分离 第二个 除了相邻部门之外 同一个部门内部 你比如之前我讲过财务部门 叫会计兼出纳 不拿白不拿 会计和出纳 他们两者之间也要职责分离 那在采购部门 供应商的认证和具体的寻价 这里面这个杠就用上了吧 他们俩也得职责分离 那为什么呀 我临选了相关的一个合格的供应商 本身我看的是什么 我看的是你的质量和你的规模 那如果本身在把价格这个事揉进去的话 是不是就有调整了 我先把你是符合要求的 第一你是符合要求的 质量和数量 你能保证的情况下 我在跟你谈价格的问题 但如果这俩事混在一块谈 那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我跟你既谈价格 又谈数量 谈质量 是不是能灵活变化 我价格降一些 质量降一些 可不可以呀 可以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在做供应商认证的时候 不要管价格 核心看什么 看你的这个原材料 能够提供的规模 及时性 还要包括它的质量 然后再由我们采购部门的其他人员 去跟你谈价格的问题 OK吗 非常好 小麻雀说的非常对 叫质次价高 质次价高也不是 有的是质次价也次 对吧 在质次价次的过程当中 涉及到什么问题 涉及到回扣的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有 质次价高 所以你供应商的认证 核心要看什么 看数量 看质量 而询价这个问题呢 在数量和质量保证的基础上 我再去跟你谈价格 这个是要职责分离的 能明白不 OK扣一 然后还有没有涉及到职责分离的部门 来 继续咱往后捋了 咱过了 这个生产部门和采购部门 采购部门之间的 再往后 有没有 是不是验收这个环节 有没有 非常好 采购和验收也要做职责分离 它如果不分离的话 会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是不是验收不合格的产品 你看采购这件事情是采购部门做的 找到了客户 对吧 客户说我给你一堆垃圾 对吧 那你验收的时候给我放松点 我给你一百万的回扣 那如果既是我采购的 同时又做我来作为验收的话 那就可能存在对于验收不合格产品的这种内部控制缺陷 所以大家核心看这是什么呀 我问问大家 验收不合格的产品 这是一个经营风险 还是一个重大挫暴风险 告诉我 验收了不合格的这种产品 这是一项经营风险 还是一项 重大挫暴风险 其实是经营风险 对吧 你看被審理单位 我之前又聊了 说大原则的时候 我说被審理单位 它设计内部控制 其实防范的是经营风险 只不过大部分的经营风险 都会带来财务后果 它才会产生重大挫暴风险 那针对于不合格产品的一个验收 涉及到存货 它的准计分 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是不是这才是重大挫披风险 但被審理单位 涉及相关内控的时候 它关注的是这个不 它不是 它是以什么出发的 以它的经营活动出发的 OK了吧 这讲的是第三个 相邻部门 不相容职务 应该相分离的问题了 是不是也是挨着的 这我擦了啊 你那记就行了 那我写在这吧 验收不合格产品 大家继续找啊 在后面给我继续找 有没有还有涉及到 应该职责分离的问题 还有没有涉及到 职责分离的问题 验收和仓库对吧 其实刘大爷 就是管仓库的 应当是左边也分离 右边也分离 我给大家讲一个概念 大家看能不能理解到啊 你们还记得财务部门里面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身份叫出纳吗 所谓的出 我给你们讲讲 这个出字 指的是对外 对吧 就向外吧 咱也不能说对外 叫向外 纳呢 土就纳心嘛 纳就是进来 这是向内嘛 但出纳是一个专有名词 他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钱 对不对 是不是 现金和我们的银行存款 咱们叫出纳 但其实我跟你讲 针对于仓库这刘大爷 他也是个出纳 只不过他出纳的对象什么 不是钱 是不是货物啊 原材料也好 再产品也好 产成品也好 是不是也是出纳 那之前咱们理解过 说这个出纳 不仅不能兼任其他部门的职务 他连财务部门内部的一些 会计记录 会计编制 都不能什么 都不能兼任 因为出和纳这些事情 碰钱的和碰物品的 这两个人太重要了 如果出了问题 其他的部门不负责的情况下 或者其他部门 按照规章制度履行的情况下 出了问题 你要负主要责任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刘大爷也是 针对于这个仓库的 相关的部门的一些人员 他就管什么 管货物的出和纳 其他的职务 你坚决不能管 因为你管了之后 如果说你的职责不相分离 你管了其他部门的事情 如果出现了存货方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丢失的存货 你根本就说不清楚 明白这道理吗 出纳其实也是这道理 就是管钱的和管物品的 一定要干干净净 其他的事不能管 所以说 针对于仓库的刘大爷 还要针对于我们财务部门的出纳 他无论是内部的一些 兼任的职务 还是外部的 江林部门的一些职务 他都不能兼任 明白这道理不 非常好 钱挣两分 对吧 有些同学还是说的比较专业的 看来在实务上有些经验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刘大爷看成什么样 可以把刘大爷看成出纳 对吧 只不过他出纳的不是钱 他出纳的是货物 OK吗 所以你看到了 之前有一些什么结论 什么仓库种地 闲人免禁 为什么闲人免禁 就这件事情就跟银行保隐贵一样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去 只有出纳专门管钱 只有仓库的刘大爷专门管存货 如果别人都按照规章制度 履行完相关的流程 出了问题 好有责任的人员 明白了哈 那针对于相邻部门不相让职务相分离 基本上通过这个原则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第二个咱再说相邻的单据 是不是 对不起 说相邻的单据 看什么 要相互对应 要核对一致 是不是 找找吧 哪些单据应当相互对应 核对一致 来 二组 哪些单据 首先 针对于什么 针对于我们的请购单和订购单 在这个地方 我说了 一个是我们的需求 一个是我们的采购 是不是这道理 你没有需求直接出订购单 这是不是没需求的假采购 你这个采购部门没有相关的一个需求 你直接就怎么样 直接就把这个采购就完成了 实际上部门内部 无论是生产部门还是其他的部门 根本就没有给你提这个请购单 那你就把订购单就发出去了 这是存在问题的 那请购单和订购单要相互印证 相互支撑 这不是单据的转化吗 第二个还涉及到什么单据啊 我之前已经讲了点菜的问题了 是不是啊 针对于订购单和我们的验收单 其实验收单不仅要和订购单能对得上 验收单还得和什么 和请购单也得对得上 这不是相邻单据相互之间的转化吗 那他们要做真的我们在做那个实际性程序 在做细节测试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什么顺利查 是不是 要测试一下能不能相互印证 相互支撑 这个我之前都讲过了 没问题吧 对非常好啊 服务员要上之前核对过的一些菜品 对吧 那其实针对于这个 入库单 就是验收单和入库单之间的一个转化 你也得相互印证 相互支撑 你入库的是不是已经经过了相关的验收 所以有一些教材啊 虽然可能这个没单独去提 对吧 我前面给你讲过的这些所有内容 都是后面那个教材里面跟你说过 跟你聊过的 但针对于这个 有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提示 但你想想这个道理 你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能往仓库里放吗 可不是 你只有验收过的这些产品 才能往仓库里面放 那涉及到单据的一个转化 接下来我该讲什么事了 来大家告诉我 第三个 我是不是得讲 最关键的 或者最直接的认定了 涉及到的一些单据 我们就写最关键吧 最关键的单据 好吧 它对应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认定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咱们第九章不是讲了吗 说针对于收入 它的发生认定 最重要的是验收单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你一个问题 针对于我们应付账款 还有存货 它的完整性认定 最重要的是什么 应付还有存货 还有一个认定 叫完整性认定 全不全这件事情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单据是啥呀 入库单 入库单吗 是入库单吗 你看啊 咱先不说这个认定 好吧 咱你先不管什么完整性 不完整性的问题 你想采购这件事情 对方叫什么 对方叫销售收入 咱们叫采购 有对于我们的这个存货 取得控制权的核心的关键识点在哪 非常好 我看有些同学反应过来了 是不是还是验收单啊 你记不记得 你看上一年咱们讲的是销售的问题 但是你想你反过来 你如果是采购 你不就是客户吗 那个控制权转移的问题 是对方确认收入吧 那咱们是否能确认 相关的存货和应付账款 是不是也得看控制权的转移啊 你只有拿到了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这个存货才是你的对不对 咱先不管认定啊 所以你想想 针对于采购整个流程 你最关注的就是存货和应付账款 是不是该确认 是不是完整的 是不是真实的 那你想想最重要的这里面 所有的单据其实是什么 其实还是验收单 记上吧 我稍微有点挡啊 因为这个地方图确实太大了 我研究了半天 我也没想怎么能写得下 你就记住 我稍微离开一点 针对于应付账款 还有我们的存货 其实你核心计存货就行了 对吧 它的这个完整性认定 其实是跟什么 跟验收单密切相关的 这个验收单 在整个我们的循环里面 也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跟完整性相关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实物过程当中 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被审计单位会做错一笔 相关的会计的账目 叫什么 这个理由叫货到票未到 先记上 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你看我说了 你拿到了相关的存货 然后进行了一个验收 就在验收部门 验收的这个环节 你应当签字确认 对吧 我确认我验收了 这个控制权 转移给我自己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问你应不应当去确认 相关的存货 和我们的应付 如果你不给钱 你应不应该确认 相关的存货和应付 应该还是不应该 应该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实物里边有一个问题 我之前说了 咱上一个章节 讲送货的时候 说那个运输部门 带着相关的货物 带着相关的发票 和我们的发运凭证 一起来到了客户 但如果说他没带发票 你入账的时候 针对于这个应付账款 还有相关的存货 你记多少 这是不是 15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个 比较难的问题 是不是这道理啊 你没有发票 没有相关的发票 叫什么 票未到 叫没有相关的发票 我想入账 我知道 在我们的验收部门 验收的这个环节 我应当去签完字之后 就得确认相关的存货 它属于我了 确认相关的这个应付账款 确认这个负债 我有一笔 这个应当去支付的一个款项 那在这个时候 金额记多少 因为这个货到 已经货到了验收了吧 但票未到这种情况 很多企业怎么办 很多企业他不记 明白吗 他要把什么 他要等 虽然说我验收了 对吧 但我等什么 等我票到了 我再去确认相关的存货 和我们的应付账款 那这个做法是正确 还是不正确的 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那我们的准则告诉我们 针对于这种 货到票未到的情况 要怎么样 要暂估入账 记一下 什么叫暂估入账 你前面不是有吗 有这些订购单 有这些什么请购单 包括咱们在这个采购部门 和我们的供应商 定立合同的时候 那不是有一些标准价格吗 包括什么 包括你财务 也可以和对方财务进行沟通 对吧 这笔货 你这样给我开票 大概开多少 对吧 我进行攒估 然后我在验收的这个时点 要去攒估 要入账 要确认相关的存货 和我们的应付账款 虽然没有票 没有发票 我不知道具体的一个内容 那我到时候有了 我再调 但是这个时点必须要入账 所以说如果针对于 货到票未到这种情况 被审计单位 他不做相关的账目处理 就会有完整性的问题 这能听明白吗 就是应该记录到账面上的存货 和应付账款 他没记 原因是货到票未到 我不知道记多少 但准则要求你应该暂估入账 如果没记 是不是不完整 有一笔存货该属于你 你没有记录 这不叫完整性吗 能听明白不 听明白了不 能不能听明白 听明白扣1 我讲的很细了 好啊 非常好 那第二个 就刚才大家提到那个入库单 对吧 我在底下稍微写 你自己笔记本上空多 好吧 第二个 刚才大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单据 叫入库单 入库单 首先肯定是跟存货最密切相关的 那跟存货的什么认定相关呀 跟他的存在认定密切相关 OK吗 这是存在 为什么跟存货的存在认定相关 就是这个货呀 到底有没有通过刘大爷的手 从这个仓库大门进去 如果进去了 就会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 入库单 那有些同学就质疑了 说那我进去 去看那个仓库里面 我进去了之后 我去盘一盘 我去检查检查 我去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存货 不就知道了吗 这里有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如果这个存货在你检查的时候 人家已经用完了 你是不是检查不了了 那证明它存在过的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相关的 入库单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之前那个 小金老师给你们讲过 咖啡豆的事 我同样都是一个 什么类型的咖啡豆 我哗 我全都倒进去了 你能找到具体的咖啡豆吗 你找不到 那你证明它有没有曾经入过库 或者在我们的库里 它到底是不是现实存在的 你真的到那库里头 你是分不清楚的 你可能找不明白 那你看什么 看入库单 如果真实它有 刘大爷签收的一个入库单 就证明什么 它真的存在 这是一个核心的证据 不是唯一的 但是一个核心的证据 好吗 能听明白不 针对于我们的采购与付款循环 其实就是这一个业务流程 然后啊 我给你们升胜急 好不好 我给你们升胜急 给你们讲点难的 你看啊 咱们第九章讲的是什么 讲究的是 销售与收款循环 下一章 第十章 咱们现在讲的是 采购与付款 咱分别举个例子 我问你啊 这里面有些单据 其实我告诉你 在销售 在我们的采购与付款循环里面 有一些单据 其实是和我们的销售和收款循环 能勾集的上的 这个地方大家能不能理解 咱们假设 同时是什么 同时我们去审计两家被审计单位 他们俩之间有交易 好不好 第一家被审计单位是A 它是销售与收款循环 涉及到相关的内容 第二个呢 被审计单位叫B A跟B之间本身就有交易 那我问问大家 这是A销售给了B 还是B销售给了A 这个能不能看明白 首先我说A 它适用的是销售与收款循环 然后它在一个业务流上 有一个B 它是采购与付款循环 谁是客户 你告诉我 这个里面谁是客户 我给你的这个模型里 是不是B是客户啊 你看啊 采购与付款循环 我站在的是哪一方 是客户这一方 它是客户 B是客户吧 那如果站在那个A 我们的销售收款循环里 A是什么 A不就是被审计单位 它自己吗 A是供应商 你们可以把什么 可以把我上一次课 第九章的那张大图 这样同样的大图 给我拿出来 我问大家 针对于我们的这个 给你的这个模型 你看这两张单位是对应的 我们是谁啊 是A卖东西给了B 对吧 我们在这写一下 A适用的应该叫 销售与收款循环 我是卖东西的 B呢 叫采购与付款循环 我叫客户 首先我问大家 第一个啊 这里面的这个订购单 看啊 这是B啊 这里面涉及到的是B 叫采购与付款循环 这个订购单和那个A 我上节课讲到里面 那个开始的订购单 是不是一张纸 如果说这是两个业务流程 是串在一块的 这个订购单 咱们采购部门发出的这个订购单 和前面咱们第一个环节 讲的那个 销售与收款循环 那个销售合同 我说是外部的 内部的叫销售单 我说框架协议会签一什么 会签相关的一些订购单 是不是一张纸 是一张纸吧 这不是连上了 对吧 另外咱接下来往下走 验收部门 这个验收单 我们作为客户 这是B 你要明确一下身份 因为逻辑比较复杂了 我们作为客户 我们要签相关的一个验收单 这个验收单和A 在销售与收款循环里面 拿到的那验收单 是不是一张纸 是不是一张纸 也是一张纸 串起来了没有 是不是串起来了 然后最后 我再给你讲一个 说对账的问题 咱们的财务部门 如果没给人家钱 咱叫什么 咱叫应付账款 是不是 这是B的 它是客户 那咱上一章还讲了一个什么 重要的内容 这不应收吗 是供应商 那我问你 这两个财务部门 这B的财务部门 它对的应付账款 它的对账 和我们在上一章第九章里面 这个A客户 它的这个销售与收款循环里面 应收账款 它的对账 对的是不是同一笔账 是同一笔账吧 串起来了没有 明白吗 虽然说我们站在不同的一个角度 我们先讲了第九章 我们的销售与收款循环 其实讲的 它虽然叫销售 但它的身份是谁 它的身份是供应商 它才是销售与收款循环的 我们老站在背市领单位的角度 大家就感觉这个循环 它串不上 如果说在第二节 它虽然叫采购与付款循环 但是咱们在采购的时候 咱们的身份是什么 是客户 明白吗 这个地方感觉有点逻辑上 有点对调 是吧 你这个逻辑得上去 这个理解要上去 所以里面其实涉及到这些环节 这些相关的单据 其实是能对上的 包括这个账五 对的时候都能对得上 能想明白不 对 同学说的对 应收和应付 如果针对于同一笔交易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明白这道理了 所以说这个循环 你要学到这 你要能听懂的话 你才算真学明白了 以后就甭管什么背市领单位 什么只要涉及到供产销的 这个供这头和这个销这头 你就能给两家单位连在一块 是不是这道理 那我问你 一般情况下 这个B A和B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 对吧 那如果我们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这个B不是咱们的客户 这个B就是一个普通的客户 那我们要去 什么 走访 对不对 那我们走访的时候 关注点在哪 告诉我 你看 我们就是 A这家公司的注册会师 我们审计 但是我们要调查他的大客户 比如说 这个B是我们的大客户 对吧 你不是给他做审计 但他是大客户 我们就实地走访了 检查哪些内容 你不检查这些相同类似的内容吗 是不是一致啊 对不对 当然人家要配合你 你就能做 对吧 针对于一些具体的 你比如说 有一笔交易 我特别关注 那你查这个客户的什么 查他的验收单的底单 查他的订购单 他发出的订购单 跟被审计单位 他给你提供的那个订购单 是不是一致的 不一致的 那不就造假吗 是不是 还有对账 每个月你的财务部门 客户的财务部门 和我们被审计单位 他们两者之间的财务部门 你对的账 能不能对的清楚 是不是一致的 针对某一笔交易 能不能对得起 这不就是针对于客户的 相关的审计吗 明白了不 所以你要学到这儿 你才真正把循环 完全学明白了 好吧 当然有可能会不配合 不让查 但是针对于有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收入 那必须要配合的 那可能要求客户精配合 谁来去想办法 被谁单位你来想办法 是不是 OK了 所以底下这个流程 我也其实帮大家梳理完了 你已经记了那张图 你就没有必要记什么 记这张图了 这张图其实就是 一样的内容 好不好 那这个我也不带大家 去具体的过了 因为那张图里面 其实全都说过了 好吗 简单的看看就行了 其实你发现 我跟你讲的 跟上面都一样 你比如询价 是不是讲了吗 询价以确定供应商 应当值得分离 为什么呀 因为确定供应商的时候 核心看什么 看数量 看质量 对吧 你能不能给我供 那么多的货 同时让这些货的质量 能不能符合我的生产要求 但是价格的时候 询价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再给我保证什么 你的质量和数量的基础上 咱俩在谈价格的问题 咱别混在一块谈 混在一块谈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出现你调整相关质量和数量的一个问题 什么请购商品 要有一些请购单 对不对 这不都聊过了吗 然后这些目标和相关认定 你先不用在这个阶段记 对吧 你记那两个核心的 最核心的内容就行了 所以无论是什么 无论是我们的销售与收款循环 还是我们的采购与付款循环 最重要的单据是什么呀 是验收单 为什么呀 会计里面 其实是跟会计相关了 会计里面 针对于控制权转移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能体现控制权的转移啊 客户确认他验收了 是不是 你那边可以确认收入 我这边呢 应当记什么 相关的一个存货和应付账款 票到 货未到 货到票未到 对吧 货已经到了 但是发票没到 你要攒孤入账 你不能不确认 这已经是你的存货了 你就是给我蒙一个数 你也给我蒙一个数 蒙在账面上 那以后票来了 你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刚才那个流程图没截图是吗 来给你个机会 我稍微退出一会儿啊 3 2 1 截图了吗 同学们都截好图了啊 这我就不再讲了 请购商品和劳务 然后编制相关的一个订购单 然后像这个地方 说我们的采购部门啊 对经过恰当批准的请购单 这不单一的需求吗 去发出相关的订购单 我都已经讲完了 你没有必要去再一个字一个字念了 你就把那个图掌握好了 其实就够了 然后储存商品 对吧 我说了吧 说已经验收的商品的保管与采购的其他职责的 这个应当相分离 其实不仅仅单单是与采购其他职责相分离 库管就刘大爷这个人啊 和所有人都应当分离 你就记住啊 刘大爷其实就是仓库的出难 就行了 你大家其实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是出难 这个身份很重要 其他的职务他干不了 其实库管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仓库的出难 然后呢 存放商品的储存区域应当 为什么他要相对独立啊 就是仓库种地 闲而免禁对吧 限制无关人员进行靠近 明白了不 抄下来了 截图不看 非常好啊 你们要内化 就你把我给你讲的那个东西 你学明白了之后自己记一记 然后什么 确认和记录相关的采购交易与负债 这个我也之前讲过了 所以第二节 画完页有流程图就OK了 咱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儿 好吧 我们留四分钟时间 我看啊 现在是22点16 我留四分钟时间 给大家打打疑 好不好 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然后咱们下一次课 对吧 我再给大家把这个采购 相关的那种讲完 因为前面我花了很多时间 讲那个什么 销售与收款循环里面 那个实质性分析 那个程序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 光听这个概念 或者光看书 他不知道实物过程当中 实质性分析怎么做 但针对于那些细节测试 还有什么 涉及到那些顺查逆查 那个我都讲了无数遍了 所以其实就是 结合着业务背景去做就行了 咱们一周是一周一节课吗 不是 一般现在这个进度是 有的时候是一周一节课 然后下一周就是一周两节课 然后再下一周 就又变成一周一节课了 明年教材变化大吗 这个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大概率估计 它变化不会特别大 但是今年能够看出来 它的考试方向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为什么下午我跟大神去开会 就是研究一下 明年的一些出题的问题 今年有一些题目偏难怪 对吧 以前那些特别偏难怪的题目 可能是什么 占20% 今年这个比例上升了 而且多选题的比例上升了 二战怎么学 二战我今天课前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 叫什么 和我们的审计要保持密切接触 写上啊 保持密切的接触 因为有一些同学是什么 比如说有二战的同学 有以前有过相关审计基础的同学 他觉得再学一遍不划算 好 那既然再学一遍不划算 你保证每天 或者是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时间还比较早 你保证每两天 要接触一次审计 这个接触什么意思啊 叫听课 看书 做题 都行 你任选 然后呢 时间呢 我认为30分钟就够了 你每天啊 去看看 什么控制测试啊 实际程序啊 然后想一想 对吧 你包括你上洗手间也可以 你愿意在洗手间里听我的课 听听一些片段 你就听一听 是吧 你愿意做做题 做一两道 你就做两道 你保持一个密切的接触 你保持一个熟悉感 您别说最后 到明年四五月份 五六月份开始准备的时候 去年学的都忘了 那你就亏了 关于背的问题啊 背的问题 那个基础进阶的时候 大神会告诉你 具体要背那些内容 我这个阶段 核心帮大家去捋知识点 然后里面一些 看不懂的内容 帮大家告诉大家什么意思 然后给你讲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案例 这个对于你以后学习 包括你的背记 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大家去年的课程 有同学知道 我在二轮的时候 给你输入了大量的这种口诀 对吧 然后给你告诉你 很多口诀 很多背记的方法 那个我别上来就讲 对不对 我先给你讲原理 给你讲一些案例 你听明白了 对吧 你背的时候再有困难 我再给你讲口诀的问题 这一轮回全部都讲吗 现在是这样 咱们已经是第十次课了 对吧 先学班一共是二十次课 一次课咱们有三节 我现在目前的一个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 得根据什么呀 得根据大家的一个接受程度 本来今天我是想把什么 采购与付款循环 给大家讲完的 但是因为实语性分析 那个地方 有同学不明白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给大家讲实物里面 怎么做 实语性分析 所以呢 是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的计划是 针对于二十之后的 就是我们的内部控制审计 以及与我们审计职业道德相关的内容 我准备在先学班就不为大家讲了 因为那个内容相对来说 第一不要独立 第二呢 你现在这个阶段 给你讲什么独立性的问题 给你讲什么 质量控制的问题 其实没必要 因为你审计还都没了解完呢 那具体做什么程序 大家都不知道 核心的内容不知道 你管什么职业道德的问题 那个等我们基础进阶的时候 大神慢慢给大家讲 行吗 背99G可以吗 背99G可以啊 但是99G什么时候在背呢 那个是等明年考前 咱不是八月份考试吗 明年6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 那个是99G 99G是保命的 对吧 但你在之前有些内容 你虽然不用背 但是你得理解什么意思 好不好 针对于知识点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给大家解释过了 那个第九章最后的 那个细节测试 我讲得很快 因为前面都是以前的知识 因为大家其实对于顺逆查呀 包括那个截止测试 我其实也讲过 对吧 其实它本身就是什么 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一个替换 期前期后顺查逆查 你知道就行了 很好理解 拍一下大图 什么拍一下大图 拍这个 拍这个是吗 来 拍大图吧 这是咱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是不是 跟上一节课一样 但你何心 你要记不住这个大图 你记什么 你记这个也行 相邻的部门 相邻的单据 还有最关键的单据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认定 记住这个就行了 实质性程序有六个 除了实质性分析 其余五个都是细节测试 对吗 对 对 那个同学是对的 你看 简观寻分函 重值加重算 除了这个重新执行 这个是控制测试里的 它用不了实质性程序 那实质性程序里面 是简观寻分函 然后呢 没有重值 有一个重算 对吧 这是六个 然后呢 分析叫实质性分析 分析在实质性程序里面的应用 它就叫实质性分析 其他叫什么 叫细节测试 只做好题 21年的需要做吗 需要做 我给大家留作业 对了 这同学提醒我了 今天的作业 同志们 今天的作业 做什么呀 做第九章的 只做好题全解析 第九章的只做好题 然后看第九章只做好题的全解析 然后呢 看21年的解析 不懂的题 你在微博找我 对吧 这不都告诉你了吗 你去微博找我也行 或者你给我私信都行 我再给你详细的讲一讲 第二个作业 预习 预习 咱第十章没讲完呢 对吧 如果同学压根就没预习过 针对于采购与付款循环底下的内容 看一看 还有什么 预习第十章 还有第十一章 生产与存货的相关循环 咱们下一次课 下一周的课应该是两节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咱们应该把十十一 包括后面的那个十二 货币资金的都讲完 好吧 那再多预习一点吧 咱看大家接受的一个情况 对啊 那个包括这个之前 问这个同学问四站考试怎么弄 就是我说的 你保持熟悉感 你就是对审计不熟悉 是吧 你每次都考前突击 你咋弄啊 你肯定 你这个地方就不是什么知识点 会不会的问题了 核心就是什么 你不理解 可能有些东西 你没有内化到自己的身上 请购单是单次的 对 我们先定了生产计划 然后呢 我们去找合格的供应商 然后针对于这个计划内的 这个请购单 你需要多少 你就每次去提一个新的请购单 当然我们说生产与 我们的采购与付款循环 除了生产部门 可以提请购单之外 别的部门能不能提啊 销售部门能不能提 请购单 可以啊 你找这个 我们的采购部门 销售可能也要买些东西 可以提请购单 是不是 请购单都是单次的啊 作业需要打卡吗 这个你看自觉性 你要是比较自觉 你就不用打卡了 对吧 你要是不太自觉 你就让我督促督促 你也行 采购总需求 跟请购单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再解决你一个专业性问题啊 采购的总需求啊 咱们不是一开始 制定的是采购计划吗 你看啊 咱一开始第一步 你看我给你讲讲 咱采购的这第一步啊 是采购的总需求 你比如说全年的需求 我全都报上去 这叫一年的生产计划 咱比如说是一千万吨 我这一年啊 我告诉你 我就要一千万吨的原材料 你必须给我找到合格的供应商 找到完之后 第一批采购 比如一季度 我需要四百吨 那你就给我写个四百吨的请购单 然后呢 根据这四百吨 我们的采购部门 在我们的这个合格供应商里面去找 对吧 说你这个给我提供四百吨 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个询价工作 包括我们的供应商认定 核心呢 在供应商清单里面 这些供应商都已经确定好了 那四百吨 那就要去先给他采购 二季度再采购一百吨 三季度再采购三百吨 然后呢 四季度呢 可能再采购两百吨 然后把全年的这一千吨这个计划用完就OK了 能听懂不 作业第九章是不是就是客观题 后面主观题涉及到第九章做吗 全做啊 第九章所有题都要做 行吧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咱们好好做题 周末了好好休息 明天应该没有课 大家好好休息休息 我提醒一点啊 那个新来的同学 前面抓紧补课 对吧 直播的好处就是 你看我现在能跟你互动 对不对 我能跟你互动 能跟你互动的前提是什么 你得听得懂 你得前面那些课赶紧补 好不好 行吧 不写寄语了啊 我的风格 我写寄语写的比较少 之后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我给你谢谢寄语 大家继续努力 拜拜 拜拜